美中经济占谁赢?四大数字有答案,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冲突持续加温,双方相继放话,将增加关税来反制对手。 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表示这场中美贸易占谁赢谁输他没有标准答案,但他提出了四个数字,认为金融市场似乎逐渐浮现了答案。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谢金河今天在脸书以股市、会市、市场恐慌气氛,以及市值最大的股票来比较中美贸易占双方的情势。 谢金河表示,股票市场来看到8月3日为止美国道琼工业指数上涨,2.45%,纳斯达克涨13.02倍,承半导体指数上涨10.03%,罗素2000的小型股指数上涨9.54%, 反而中国深户股市前下跌,其中上海A股跌17.12%,深圳A股跌21.78%,沪深300指数下跌17.75%,至于台湾加钱指数上涨,3.47%OTC指数上涨,1.52%摩台指数涨4.08% 在美中博弈下,台股表现已难能可贵,对于会市现金河,表示今年美元强势,美元指数从88.253升至94.672人民币会价则平创新低三日离岸人民币,已贬至6.9017在岸人民币,也到6.886,似乎有破七知识虽然人民币贬值有缓和贸易战的压力,但也有资金外流的后座力赞助商。 链接弹助商链接市场恐慌,气氛方面VIX指数仍在13左右,来看中美贸易战你来无往,但金融市场表现十分理性,对照2月美国股市,小股在VIX一度上冲,到50.3似乎显示市场没有恐慌的气氛。 川普日前在专访时对于中美贸易战可能导致美股下跌,他甚至表示跌就跌吧,似乎他没再怕最后是作为美国最大市值企业Apple。 今年大涨,26%市值冲破1兆美元,而中国最大新经济股腾讯今年从476.6港元跌到340.4港元市值从4.527兆港元跌到3.233兆港元今年跌幅于26%,正好呈现强烈对比。 所以谢金河认为,这场贸易战的背后其实是一场经济战。